儿子 你最近在干嘛呢 你这几天有空回老家吗 爸爸找你有点事情 爸 我在工作呢 最近这段时间都要加班就不回去了 话说你找我有什么事 你直接电话里说吧 这样啊 那好吧 对了儿子 你能借给老爸两万块钱吗 爸 你这突然要这么多钱做什么啊 儿子 你难道都忘记了吗 三年前你结婚买房还差一点 所以我跟你小叔借了两万块钱 今天你小叔来找我了 说过些日子你堂弟要订婚了 而且女方家要求必须在城里买房买车 不然就不同意结婚的 爸 我知道了 我这会正有事忙着呢 等会再说吧 儿子 你放心 等地里的花生收了 我肯定还给你的 儿子 你跟我儿媳妇商量一下 看能不能先借一息 半个小时后 爸 我刚刚忙完手头上的工作 钱我已经给你转过去了 你查收一下 儿子 我收到了 但是你怎么给我转了六万块钱啊 多转了四万块钱给我 爸 小叔他准备结婚需要买房和买车子 所以用钱的地方很多 这四万块钱让他们先用 毕竟小叔他们家也不容易 亲戚之间要互相帮忙 你说对吧 爸 到时候小叔还你的四万 你也不用还给我 你一个人不要太辛苦 给自己买点好吃的 多注意补充营养 我在外面工作 不能经常回家陪你 你可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儿子 你一下子给我转这么多钱 老爸怕你媳妇有意见啊 爸 你就放心吧 没事的 我相信小玉他会先解人意的 一周后 老公 你把这几个月的奖金给我吧 我爸明天过生日 你答应过我带他去旅游的 老婆 等咱爸明年过生日再带他去旅游吧 为什么呀 你之前不是答应的好好的吗 怎么突然就变卦了 为什么又要等到明年啊 其实是这样的 当初我们结婚的时候 我爸把所有的积蓄都给我买房跟结婚了 最后不够 他问邻居和我小叔都借了不少钱 我的奖金拿去给他还债了 什么 你说什么 你怎么能这个样子啊 当初不是说好的吗 那些钱不需要我们还的 本来我爸是没打算让我们还的 这些年他也陆陆续续的都已经还得差不多了 就剩我小叔家了 但这次我小叔急着给我堂弟买房结婚 我爸暂时没那么多钱 所以我就先还了 阿强 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就拿钱去还账了 明天是我爸的生日 我一定要带他去旅游的 之前都已经答应他了的 怎么能说话不算话呢 你赶紧把钱给我拿回来 不然等我回去要的话 到时候脸上就都不好看了 老婆 你怎么能这样呢 那钱都已经还给人家了 哪里还有要回来道理呢 反正我不管 你必须给我要回来 不然我跟你没完 你到底想干什么 小叔买房给堂弟结婚也非常着急 我爸手里暂时没有那么多钱 你也知道我爸是个很要强的人 他自己能解决的事从来不和我张口 平时我爸都是把你当亲生女儿看待的 你忘了吗 老爸借的这些钱也都是为了我们 我给还上难道不应该吗 那我问你 明天是我爸的生日 你答应带他去旅游的怎么办 既然答应了 那肯定是要去的 我们明天一起去旅行社看看吧 看有什么好看的 没有钱怎么去旅游 对了 老婆 我的钱不都是在你那里存着吗 自从我们结婚以后 我的工资都是交给你保管的 你还问我要钱 而且我每个月的零花钱都是从你那里拿 我哪里还有钱带他去旅游啊 这个我不管 当初你同意用你这几个月的奖金带我爸去旅游的 你去找你爸把钱要回来 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这么多钱 你也不跟我说一声 直接就给了 你到底有没有把我这个老婆放眼里啊 小叔家确实急着用钱 不还给他也说不过去啊 老婆 你就不能理解理解吗 够了 我不听那么多的废话 请你把这个钱给我拿回来 不然就别回这个家了 老婆 我跟你这些在一起也不容易 平时我对你也是百依百顺的 那是因为我爱你 但你不能仗着我爱你 然后让我事事都让着你 而且这事又不一样 你就不能别不讲道理 无理取闹了行吗 觉得我无理取闹 觉得自己受委屈了是吧 那行 你有本事就别回这个家了 老婆 过年过节的时候我都会大包小包给你娘家买礼物 可到我爸这边 你从来没有花过一毛钱 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给你爸妈买个按摩椅要两万多 我说过一句反对的话吗 再说了 你每次去我老家 我爸哪次不是盛情款待你的 上一次过年我给他老人家两千块钱 你就不乐意了 要我拿回一千块 后来我爸知道了 反过来给你转了三千块 你父母我是父母 难道我的父母就不是父母吗 老公 城市怎么能和农村相比呢 我父母一直住在城里生活 而你爸在农村乡下生活 农村人不都是这样子吗 行了 你够了 你别再说了 不说就不说 那你就赶紧把钱拿回来吧 要不然你就滚出这个家 那你好好的算一下 我平均一个月工资两万多块钱 三年了 你算下是多少 还有车子和房子都是我婚前付的首付 贷款也是用我的钱还的 我每个月都花不上一千块钱 凭什么让我滚出这个家 其实我爸跟我说 他卖花生就把钱还给我 如果你不是这么不讲道理 我可能真的会接受我爸把钱还给我 现在什么也别说了 我们离婚吧 我真是对你太失望了 这个就是你要和我离婚的理由吗 不仅仅是这个 都是长久积累的 孝敬父母是最起码的 也是我做人的原则 你现在已经突破了我的底线了 这些年你一门心思都是为了你的父母 从来不考虑我家人的感受 这样的婚姻也没必要继续下去了 明天明正局见吧 好 阿强 这可是你说的 你别后悔 别以为我没了你 我就活不成了 说完 小玉便生气地离开了 三个月后 女婿 你在吗 我女儿去哪里了 我已经好几个月联系不上我女儿了 电话也没人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我也不清楚 我和你女儿三个月前就离婚了 她没告诉你吗 什么 你说什么 你们离婚了 为什么啊 你跟我开玩笑的吧 妈 你也知道你女儿小玉的脾气和性格 我们两个在许多事情上都有分歧 三观不同 天天吵架 这样的生活真的过不下去了 所以妈你不要怪我 我是真的没办法了 哎 我知道自己的女儿都是我太宠她了 把她惯坏了 要不是你今天告诉我 我还不知道你们离婚的事呢 阿强 你还能联系上她吗 我找她有很重要的急事 妈 我也没办法联系上她 你女儿她都把我拉黑了 话说你找她有什么事情啊 事情是这样的 小玉的爸爸生病了 脑溢血 在住院 急需手术 家里钱不够 急需手术费 你是知道的 我就她这么一个闺女 所以才来找她的 谁知你们已经离婚了 既然你们都离婚了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吧 妈 你说我爸的手术费还差多少钱啊 还差十二万块钱呢 哎 这可如何是好啊 既然这样 妈 你等一下 三分钟后 妈 我已经将十二万块钱打你卡上了 你查收一下 这钱我不能收 你都跟我女儿离婚了 我怎么还好意思收你的钱呢 妈 你就别说这些了 这钱你一定要收着 虽然我跟小玉离婚了 但我一直就把你们当成了我的爸妈 以前你和爸爸知道我没有母亲 你们俩也一直把我当亲儿子一样对待 那些难忘的亲情 我永远都会记在心里 哎 我这个事 傻女儿啊 她能遇到像你这样的好丈夫 却不懂得好好珍惜 女婿 这次真的谢谢你 要不是你帮忙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妈 如果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请告诉我 我一定会尽力帮助你的 女婿 女婿 你这么一说 妈都感动得哭了 是我女儿没那个福气 她配不上你 对了 妈 爸爸她在哪个医院 几号楼几号床 我明天上午请假去看望一下 在市中医院五楼 二十一床 女婿 你真是个孝顺的孩子 好的 我给她买点营养品 动完手术 身体比较虚弱 需要补补 第二天 阿强就来到了医院看前岳父 妈 我刚才去医院看望爸爸了 护士说你回家给爸拿换洗的衣服了 医生说爸三个月后才能下床 不过手术还是很成功的 我给爸在网上订了一张轮椅 过两天就到了 这样让他生活上还方便一些 谢谢你 我的好女婿 要是你和我女儿没离婚 该有多好啊 我多么希望你永远是我的好女婿 妈 我跟你女儿是不可能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们永远是我的爸妈 阿强说完就独自离开了